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而且他们还得中国军带有一丝神秘的东方色彩 在朝鲜战争的时候 许多亲身经历过场战争的美国军人接受相关媒体采访之后 就说到中国军人那种不畏生死精神很让人震撼 他们表示 虽然作为一个美国人不能理解中国军人对死亡无畏的态度 只却能让他们的敬意有限而生 美国然后在中国周围参与了两次大规模的战争 当时中国军人在战场上的表现 给美国军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这两场战争结束后 美国军人再也不敢轻视中国军队 甚至还有美军表示 他们清楚地明白真正可以作为美国军队对手的军人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军人 面对这个评价 怎能不让国人自豪呢 在中国最贫弱的年代 是我们的军人先被用血和身躯换来了 所现如今在世界上的意味 让国际社会再也不敢轻灭中国 或是忽略这个曾经因为战乱不断而得弱小的国家 所以现如今中国能够有和平安定的生活 离不开军人们的奉献 我们应该珍惜当下的生活 对这些牺牲自己成就我们的真人 现以最真诚的敬意